那現在呢我們就把做Cart1用程式的方式來寫看看 點兩下 車子現在在旁邊對不對 那這個車子其實就是 一個 影片片段 沒有錯 現在我就在上面點開囉 現在是不是空的 好 這裡 你如果要找到剛剛的屬性其實也有啦 如果你要從這邊找的話 影片片段控制裡面 沒有 要從這邊 要從這個Asian Square這邊找 可是這樣你會找很久 在影片裡面 有一個 movie clip 影片片段 它的屬性 你有要抓狂話嗎 因為底線 X在這裡 要了解啦 很裡面啊所以其實 我們是要了解一下底線的S就是它的坐標 就是那個 座標的那個 值啦 所以 我直接從上面打比較快 按 Clip Clip Event 有沒有 打對就是藍色的 打對就是Bingo啦 對啊 這樣 有沒有看到 Event 點兩下 DocDoc 好 做什麼內容 一樣是不是在大括號裡面 好 現在就來寫看看喔 底線S 好前面這個你都丟進來 如果你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加底線S就代表自己 沒有特別指定別人的話就代表自己 那你也可以 你還記得我們用這個嗎 有沒有我們 原本在指定目標的時候啊 不是有指定誰嗎 那你這樣子就代表歷史嗎 也可以啊 就有自己的S 自己的S 所以你歷史有加跟沒有加 在這其實都是一樣的 歷史就代表自己 自己的S坐標 有沒有我們 原本不是有什麼一點 然後Stop 或Play啊 一點的作用有兩種 一個是 直接指定動作 像我們 我們昨天 點那個是魚有沒有 Fish 一點 Stop 這是直接加動作 那麼 以我們現在這邊來講 Fish 歷史一點 這個是代表什麼 屬性 他的什麼屬性 所以一點 這個一點有兩個作用 接著一點 兩個作用一個就是 指定動作 一個就是什麼 屬性 所以會有兩個要看你的情形 那如果你沒有特別指定 直接指定屬性 直接寫這樣屬性的話 就等於是自己的S坐標 會等於 自己S坐標加 如果你要開比較快一點 你就加20 我每次都加20 是不是就比較快 我們剛剛是加10 10 就是一次移動10像素 10個像素 來 了解 對啊 因為坐標 這是坐標 我們在網頁上是用像素 螢幕上 螢幕上就用像素 所以如果我用15 我用15好了 他就會開比較快 我們來測試一下 剛剛這樣會開比較快 如果說你用5 我用5給你看 還是我用 好我用 他就 倒倒要熟 倒倒要熟 對不對 相對就慢很多 對 對 對 他的目標 但是因為你還沒出來 所以你要把車子移到這邊 不然你會看過 對啊 所以可以 很好啊 可以簡直啦 但是你車子是要建造的用法 對 所以 甚至你要玩那種碰碰車有沒有 現在走過 碰到這邊 就目標 就是這個組可以建 你可以建造 你跟自己做判斷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做判斷 他就是一直往那邊走 不管你走幹嘛 還了解那個意思嗎 所以你看用層次做動畫 有時候其實也還不錯啦 就是說 他彈性上 你要修改 不用像說我們 關鍵格啊 這邊要打 這邊要打 不用 你就直接用無法 其實有很多都是 像我們那個班書 那個動畫 我們上次沒有看過 那班書 那個班列的動畫 他那個也一定要用 整齊才有辦法做好 這樣水平的走會了 會不會坐電梯的 你把2那個打開 試看看 好把2那個打開 卡2 卡2的原始檔 你可以試看看 自己做看看 抖 有 是 感谢观看